大家好 我是阿天 喔 新卡池出來 這兩隻角色值得抽喔 上一次的那個瘋的角色冷下來了 但是呢 這一次這兩隻角色蠻重要的 因為呢 可以打兩下 而且還可以上脆弱 脆弱的話呢 跟飛懶天空的概念不一樣喔 飛懶天空的脆弱是 只要你會脆弱的話呢 你都可以上 但是呢 你攻擊脆弱的角色 你必須要是有克制弱點的角色 那但是呢 欸 現在頭目戰的話 喔 體力消耗又下降了是不是 哇 這個真的是要趁活動的時候呢 把那個減半體力的項目給刷一刷喔 所以飛懶天空的話呢 上脆弱會比較簡單 反正呢 人人都可以上 上去之後呢 找克制弱點的人打就好 但是這一款遊戲的話呢 你要上脆弱你就要上對應屬性的角色喔 所以啊 我們在打那個機器人高分戰的時候啊 你就必須要確定機器人的弱點 然後呢 上有那個弱點的角色 同時他要有脆弱的屬性喔 所以呢 最好每一個屬性的脆弱角都要有一隻喔 那這一隻是水屬性嘛 對不對 你看 招式就有脆弱啦 這個很重要 那暴擊力提升這個也OK啊 大招的話呢 是水屬性暴擊傷害提升 然後呢 他是第二隻有主動技能的角色 喔 攻擊力提升 有沒有 喔 那個 齒輪督條啊 齒輪路華啊 就是有這個主動技能嘛 再來這個 聖誕的久久力 喔 有沒有 追加攻擊還記得這隻角色嗎 這個是遊戲剛開始的時候這個卡池喔 喔 艾涅絲 艾涅絲的這個追加攻擊啊 如果說你有追加攻擊再搭配上 SP技能提升的話呢 有機會齁 第一回合直接將那個機器人破盾 然後呢 第二回合把它收掉 這樣子就有18.5的這一個成率了喔 但是這個同時也要搭配武器弱點有打到 這樣就會變成是原本是3x39個護盾嘛 那如果說第一回合你可以打出追加攻擊的話 就會變成9加3等於12個護盾 目前的機器人Boss好像就是12個護盾喔 所以說呢 這個追加攻擊非常非常重要啊 再來第二招 降低防禦力 這很重要啊 我們打高傷就是要把敵人降到5成防嘛 對不對 降低到100%的這個防禦力 大招的話呢 哇 爆擊時傷害大幅提升 有沒有 特務督條就是這一招啊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用來打最後的大輸出喔 再來回憶優娃 水屬性攻擊提升 有沒有 各個屬性的這一種回憶都是要來一張的 好了 那這一次的卡池 我自己是覺得很重要啦 脆弱 追加攻擊 爆擊大傷害 然後又要回憶是對應屬性攻擊力提升 這個攻擊力提升非常的多 所以呢 憋那麼久 抽爆抽爆抽爆後 至少各一隻吧 然後回憶各一個喔 來 希望這個200抽之內呢 都可以拿到 我玩遊戲齁 不貪多 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好 有沒有 欸 馬上喔 回憶就來了 好不好 再怎麼樣這個回憶都要有一個啊 你有水屬性的攻擊角色 一定要搭配這個回憶嘛 喔 喔 這麼好喔 是不是 欸 是喔 哇 這運氣也太好了吧 哇 這是我存的那個抽獎券而已耶 那這隻角色如果爆擊傷害大幅提升的話 那跟特務嘟條一樣喔 如果要打高傷的話呢 能夠塗上去是最好的 然後呢 聖誕的裝飾也解鎖了 太棒了 好 再來再來再來 我各一隻就好 各一隻就好 慢慢慢慢 慢慢玩 慢慢玩不及 而且這兩隻啊 那個巴哈大蛋的分數啊 都是在10分以上耶 30抽 30抽 40抽 40抽 啊 又用到免費時了 哇 抽到好多 沒關係 SR的這一個怎麼講呢 那個徽章賣掉的話呢 也可以換一點東西喔 好 60抽了 哇 就是一開始好運 再來沒有 欸 有抽到一個UR的這個回憶喔 70抽 其實UR角色不好抽到呢 我覺得這款遊戲 欸 拜託 解決吧 又一樣嗎 欸 欸 漂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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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耶 70抽搞定 其實我是一隻就好 所以我想說就抽個100抽好了 100抽的話呢 我就可以 再換一個UR的回憶 這樣我就有兩個了 然後呢 我不要強化 因為強化要自己吃自己嘛 那我有兩個的話呢 其實單一張他的攻擊力就提升35% 那我就可以隊伍中就兩個水屬性 他就裝備這一個UR的回憶啦 所以呢 很滿意很滿意 我就先來抽到100抽就好了 來 80抽80抽 哇 100抽兩個回憶兩隻角色 哇 真的是超賺的 又一個別的回憶了 好 90抽90抽90抽 謝謝大家 好 我這樣就好了 剩下的那個石頭呢 我要繼續存著 這一次的活動 每天只有50石頭啊 之前我是150對不對 好 最後了100抽 謝謝大家 好 沒有了沒有了 再來我們來打打這一次的活動吧 這一次沒有積分戰喔 那但是這個活動的話呢 應該是不會太困難啦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打EX關吧 上一次這個EX關 不知道是不是BUG喔 這個可以分段打耶 因為任務是一次戰鬥內獲勝 然後要HP50%以上嘛 那我上一次的這個活動啊 我第一次沒有獲勝 然後呢獲得這兩個 然後第二次呢 一次戰鬥獲勝 但是呢 血沒有在50%以上 結果呢 分兩次打呢 也都可以解喔 所以是這個樣子嗎 那我們就故意這樣子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這個是我用的隊伍 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這樣子呢 呃全部的隊伍呢 都會有弱點 你看這邊呢 都是弱點 所以說呢 都是三點護盾 那這兩隻是抽到的嘛 然後這一個的話呢 是水屬性的 呃啊 我本來想要用粉毛 因為粉毛這個SP提升是萬用嘛 不過呢 他都沒有弱點 所以說想說 啊算了啦 畢竟這個不是打高傷 我們就簡單打就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呢 哇你看 全部都是三點的 然後我要留弱點 因為我覺得脆弱很重要 那第一回合呢 先提升攻擊力 然後降個防禦力 哎 冰凍效果好像也有用喔 但是冰凍他是火屬性上的去嗎 來試試看好了 脆弱是一定要克制屬性才能上 冰凍我有點不確定 來看看喔 欸 凍結可以耶 不過現在凍結的是 防禦的角色 如果破盾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打攻擊手了 對方有這個觸電的負面狀態喔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給他破盾了 那你如果變三星的話呢 這個破盾會解除 好 首先是這個二星20% 然後呢 暴擊提升 再降20% 嗯 還蠻不錯的 齁 OK 現在是破盾時間 我們打的是那個 呃 攻擊手 所以說呢 我們先上個脆弱 脆弱還蠻明顯的 然後 嗯 也沒什麼好選的 因為其他不能動 那另外呢 這一次的這個九九力 升到三星呢 就可以再射一次 這個就跟我們的那個 艾涅絲是一樣的 好 就這樣子囉 脆弱打完 再暴擊 然後射兩下 這威力應該 欸 還可以 可能我攻擊力 提升還不夠多 欸 這個主動攻擊 應該 快好了吧 糟糕糟糟糕 血損有點多 啊 我這個只有抽到一次 所以他的起始回合 太久了啦 好 看來我們還是333 那我們看一下 防禦力已經三個了 所以這兩個就滿了 追加攻擊 是可以多射一次 但是呢 他還是要兩回合破盾啊 所以這個不急好了 喔 攻擊力提升重要 好 連續兩個攻擊力提升 可以喔 我覺得 再破一次盾就可以了 但是 我的血 可以撐在50%以上嗎 50%以上就要4萬3啊 完蛋了沒有 這個等到破盾再打好了 反正也不是很急啦 凍結啊 隨便啦 先破盾再說了 降防 降防已經降到5格了 凍結打到防禦者 所以沒有用了 因為我們現在打的是攻擊手 然後我們看喔 把聖誕老人上來 好這個先上 然後打脆弱 嗯 這個是防禦的角色 應該要用攻擊角色 攻擊手的攻擊力會比較強 但是呢 等一下 我忘記了 我們先開主動技 喔 主動技也太強了吧 好啦 那張閉的眼睛都能贏啦 只是 血沒有多 我這樣正好可以測試說 看可不可以 怎麼講呢 分兩次打 好 差一顆星吼 沒關係沒關係 要打到對方不能打死 因為下一回合就是我輸了 呃 喔這個樣子喔 那要怎麼辦 哇 我不要用強力射擊了 不然威力會太強 好 上一些攻擊弱的 行不行 對 我用那個防禦者去打 欸可以喔可以喔 好 OKOKOK 好 我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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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輸掉了 OK 沒關係 沒關係 他剩87% 他剩87% 不對我打掉87%不能再高了 好我們看 嗯 這兩個星星還在 所以說呢 我們再打一次 雖然會浪費票券 但是沒關係啊 然後場地是夜晚下雨 欸我怎麼用錯了賽艇啊 好怪喔 齁 改一下改一下天氣要改一下 然後當然是要裝備 Defender啊 好這樣這樣這樣 OKOKOK 好 好 有辦法嗎 哇這運氣也太爛了吧 怎麼都給我隨到 哇天啊 這運氣太爛了 欸不過運氣爛沒關係 還是打贏了 因為我只有兩個人可以輸出而已 好這樣子可以混到三星嗎 欸可以喔 這個真的是太佛心了 好所以呢這樣子獲得了 3603個券 好再來我們可以掃蕩了 不過掃蕩之前呢 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個確認掉落 因為這兩隻是我抽到嘛 所以加了25%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活動的 所以說呢 我們先把活動的搞定喔 我們點Box這邊 當我們解完基本任務呢 這邊的話呢 可以先把前面給抽一抽 前面的話可以抽到一些 基本身接的材料 你抽到最後面呢 就是一大堆肥料了 這個活動的話呢 就跟上一次 差不多是一樣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很熟悉了 但我覺得其實體力多的話 刷這個的話也是不錯 但是我現在的體力啊 我都去刷那個覺醒的材料 如果說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呢 我會去刷那個 角色覺醒的那個材料 然後這一隻如何獲得呢 應該是在任務裡面吧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每日任務 常規任務 期間限定 有在這個地方喔 Normal通關就會送了 所以我們趕快領一下 喔 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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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 他是 SP升越高 他的那個 BONUS越多嘛 所以呢 我們就去強化他吧 呃 技能的話呢 有攻擊力提升 好啦 OK 活動角色 我們還是要升一下 OK 剛剛打了一下呢 基本上就直接給你5個了 5個是可以升滿嗎 好 我們來試試看 OK 好 就一路升下去囉 那我覺得極限突破 應該是可以不急啦 不過呢 就順便給他突破一下吧 因為呢 這個遊戲的話呢 其實SSR SR的角色啊 都可以上場 好 這樣就有一個80級的SSR啦 不過書本用冠冠有點浪費 沒關係啦 反正就慢慢玩嘛 那我們再回來活動喔 我們再看一下 這樣應該是加了 多少 BONUS有135%嘛對不對 所以升完再過來 135%的話就是 欸多少啊 25加25加30 啊 還有活躍啦 這個我有抽到 然後這個我也有 好啦 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遲早會滿了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